弟兄姊妹 請安 很高興我們來見面 這一個禮拜是 今年 2015 年最後的一週 我們用恩典的旅程 應該沒有人不喜歡旅行 旅行的魅力在於什麼 旅行的魅力在於 會有沿途欣賞各式各樣的風景之外 對我來講可能會有一些意外發生 一些特別的驚喜在這當中 可以讓人覺得這個理由很豐富 那我不曉得說 我們在這一年當中 你有什麼覺得你像主線上感恩的 是我的工作有展望 我的工作有所突破 讓我線上感恩的地方 還是你覺得你的家庭 我們在這幾年當中有人買了房子 自製產有安定的感覺 他向主獻上感恩 那我們可以來說 這一首詩其實它是在漁業前來過新的 好像跟我們現在的節期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從剛才讀的這一首詩 可以了解到說 其實這是以色列人他們在去過漁業前的時候 他們追想像重新對上帝的認識 然後去感謝上帝在我身上的作為是什麼 那我們也可以說 今年拉得好 對我來講 我的記憶可能不是很好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我們這一週 這幾天像神仙上怎麼感恩 像神仙上採接很順利的完成 然後記得早上的時候 我一大早下著毛毛細的時候 我會跟主講說 哇主啊這個雨要為彰化的屬於空氣 帶來更新轉換 那我想晚上會不會是一個好天 今天早上是像細又像大白 那感謝主在晚上的時候 是有一點冷 但是採接的時候的溫度是恰到好處的 我會不會真的向主獻上感恩 所以我們可以說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說什麼 耶和華從遂守到年終都眷顧我們 那我們可以比到說這一首詩 我們剛才一剛開始 它是為了余樂節向主獻上感恩的 它其實是什麼 它其實是呼召百姓來去敬拜的 因為當時以色列人 他們要去洗安山 而且呢為了什麼 可能他們一年當中 在子孫方面 後代向主求指示 蒙福或者是疾病蒙福 甚至教養兒語上蒙福 或是工作上面蒙福 甚至呢 有可能是在靈性的需求上蒙福 所以他們到西安山來 然後向主獻上他們的感恩 是一種有形無形的讚美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首詩知道說 其實猶太人以色列他們很喜歡 也希望人來這當中 來去讚美神 那我們要感謝 說到這裡我們要感謝主 他們要去西安山敬拜主 但我們不需要 我們在無時無刻 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不受時間環境 也不受禮儀的拘束 就來讚美感謝主 不是嗎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如果沒有一個信心的話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的 可能要透過儀式 透過特定的場所 來感謝主 但是今天不用 那我們也可以說 我感謝主 但是有可能在這當中的弟兄姊妹 有可能你今天是 帶一個沒有信心 或者是沉重的心 來到當中 或是覺得這幾個月 你已經忘記 今年當中的上半年 但上帝對你施行的恩典 一直看到你在這陣子當中 上帝對你的歷練也好 或者是你只看到這個環境的問題也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誰 這是耶隆明 這是初代教復 他很有名的地方是 他把西伯蘭人 舊約西伯蘭跟新約的希臘文 翻譯成拉比文 我們叫他畢本 那他畢生窮救 最後就是他要以翻譯聖經 來去獻給神 來把這個 當成是禮物這樣子 獻給神 但是呢 有一天 他就 他就接近所能的 來做這樣的施工 覺得可以討生喜悅 但是呢 有一次他就突然想到說 這樣子好像似乎沒有辦 所以他非常的煩惱 所以他因為煩惱的緣故 他就更加的把他的良好的德行啊 或者是美善的 美德跟善的善行 加倍的想要給主 給上帝 但是 上帝在他內心裡感動他什麼 感動他說 你不是把那個 重就一生的禮物 這個翻譯聖經 這樣子的來獻給我 也不是你的得善美心獻給我 那是你的罪 這有點特別 那是我們的罪 有可能我們這邊感恩 甚至做了好事情 像主獻上的感恩 但是這是耶利隆尼 他在一次的 靈修的過程當中 他察覺到 他說是一種 隱藏未獻的罪 獻給神 是討神喜悅的 原來不是他 求救一生的翻譯聖經 或是他的美德善行 乃是先把 罪獻給上帝 表明上 對上帝的心裡 上帝這樣對他說的 這是他在靈修的時候的感動 所以我們跟他說 我們期待把我們自己最好的部分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 最好的部分 每個人不一樣 你的最好的部分 可能跟他的最好的部分 不一樣 每個人期待把最好的部分 都獻給神 但是怎麼樣子 從耶路比他在靈修的 教會時 他在靈修的導航 他自己的感動 是怎麼樣 至少我們以 內裡的罪 先獻神 神接受 才會越納我之後所獻的 他之後所譬如說 他翻譯了 把新舊約翻譯成 那個吳家納一本的阿丁文 甚至他最後的 得得得上也已經獻得上 將你會把各式各樣 要準備好屬於良生定做的禮物 賞賜給你 我們是集於一剛開始的 我要把什麼什麼 最好的獻神 我們可以非常的來說 我感謝神這樣子 我感謝神 我們都是祂所簡選的 我們不是一群聖結人在這裡 我們是一群什麼 我們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這裡 不是嗎 若然在天龍門他的 靈修的感動嗎 我們感謝主 我們不是一群聖結人在這裡 我們是一群罪人在這裡 一同敬拜主 一同領受上帝的恩典 也在這裡一起向上帝獻上 他今年在我們生命當中的作為 我們可以說詩人怎麼樣 詩人他用大自然來去說 上帝的全能 上帝的力量 他用海來比喻 他也用田野來去比喻他創造的美 去訴說上帝的創造上帝的愛 用這些來去寫明說 他的運行的規則在哪裡 像猶太人他們會認為什麼 猶太人會認為說 大自然的關護 大自然的恩典 是表明 是間接表明 是間接表明說 上帝對他們的照顧 對他們的關愛 同時也顯現出什麼 顯現出上帝的慷慨 上帝的慈愛 透過這樣子大自然的方式 我們在讀這首詩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大自然的方式 我們可以去明白說 原來上帝的恩典 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可能我們會覺得說 有一些我們沒有去細細的想到 可能我們有免費的空氣 這是很大的恩典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那就是這樣子 可是從最近的那個 巴黎的全球會議的氣候變遷 我們可以慢慢的了解 環境整個變化 環境的無常不再是 有一些真的是上帝給我們的恩典 而不再是說 這一切都是免費的 都是可供應的 都是完全的 都是沒有限量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大自然 或者是我們這次會覺得說 如果是無神度的人 可能會覺得說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 靠著我自己努力得來的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注意 我們可以仔細的去思考 去反省 有時候真是這樣子嗎 你以為我們每一天都可以看得到 日出的太陽嗎 可以看到雨嗎 不一定有可能 很多人有可能 就是在夢中當中 就消失 生命就消失 但是什麼 但是我們每一天可以 看見太陽 可以來服侍主 我們要為向主獻上感恩 我們也可以說 向主獻上感恩的時候 你越多了感恩 你會發現 我們的主是慷慨的 也因為我們認識 我們的主是慷慨的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 是慷慨的人 慷慨的對待祂的人 不是嗎 當你越認識上帝的屬性主 哇 我讚美神 我向神獻上感恩 我的神是慷慨的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哇 因為我了解我的腹 是這樣的腹的時候 我才可以 有這樣子腹的屬性 兒女才會有腹的屬性 在她的身上 才會行出這樣子的行為出來 或是我們會認為說 這一切都是我可以我做的 有時候會落入一種 自意的狀態之下 像我們常常跟神要神蹟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可以每天見到日出的太陽 我們可以每天跟家人 跟朋友跟同事 道聲好 這就是神蹟 我們沒有在意外當中 就流失神明 不是嗎 我們要向神獻上感恩 我們有可能說 嘴巴是拿來做嗎 做什麼 嘴巴可能拿來吃飯跟說話用的 但是 我們在順境的時候 很容易感恩 但是在逆境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 可以獻上這樣子的感恩 不是嗎 我們可能在順境的時候 像神 像父母 父親說上感謝的話 我們覺得是 八字內心是覺得很開心的 但是當我們面對挫折 當你可能 上房間的人都跟你講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可是有可能 你最近 不是很注意 為著家裡愁煩的時候 沒有辦法獻上感恩 但是 怎麼樣子 但是 我們有講到說 在雅各樹上面有講的說 雖然我們都是同一個口 但是送贊和咒詛都從 從口出來 但是我們要去想一想 你願意你的生命 是成為什麼樣的生命 就如同雅各書三章所講的 生命裡面是沒有辦法 同樣湧出兩個泉水出來的 但是你可以選擇 你要什麼樣子的泉水 在你的生命裡面去做有 去流落 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他非常 他生命 他的物質上非常富有 但是他可能 他生命沒有辦法 有流出這樣子的泉水出來 可是他是空虛的 他是缺乏的 但是有的人就因為 他可以怎麼樣子 他在不足當中 他有陽光蛇 但是上帝使他的生命 湧出不一樣的生命活力在裡面 我們常常在那個 那個PVP鄉民 有一個很有趣的 那個無話語名詞來講 就是溫娜與魯蛇 這對年輕人來講 非常我看有年輕人笑 這大家都很清楚 溫娜就是 人稱聖利的 那魯魯蛇是什麼 失敗的意思 但是失敗 他夾雜了什麼 他同時夾雜的是 可能這一群 自己認為是魯魯蛇的人 他們對整個社會的公益 社會的結構體質 不公益 或者是有所限制 不不滿 但是我們可以從 溫娜跟魯蛇 這個分界點 我最近有看影片 我覺得蠻不錯的 其實不再是 我們可以去重新思考 不一樣的分界點在於什麼 可能不同於他們所解讀的 那就是人生勝利 所魯魯蛇 就是失敗的意思 可以重新來解讀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重新解讀的是 成功的人 也希望別人 也希望別人是成功的 不是嗎 我們可以仔細的去細細去思想 那魯蛇的人呢 因為他的生命 他的環境 他的內 看東西是失敗的 所以他也希望別人是失敗的 因為他眼睛看出去的是失敗的事情 失敗的眼光 那我們可以講說 成功的人 是什麼 成功的是 他是擁抱改變的 他是可以接受改變的 但是怎麼樣子 魯蛇的人是怎麼樣子 是害怕失敗的 所以他不願意有新的嘗試 我們可以去看看 這個分界點或是這個 鄉民的無望 我們可以再重新的詮釋 再重新的去解構他 甚至我們可以說 魯蛇的人是怎麼樣子 魯蛇的人喜歡聊 成功的人不管你的處境是怎麼樣子 成功的人喜歡聊一次 他的想法是什麼 但是失敗的人看事情 成功的人雖然他可能是面對的是 不獨立的環境 但是他喜歡聊的是想法 但失敗的人總是是什麼 聊八卦 聊事情的 無關緊要鎖碎的事情 成功的人怎麼樣子 成功的人雖然他的環境 不是如他所意 但是他時時刻刻在獲取新的知識 那失敗的人什麼 易勇把他都知道了 那我們也可以說什麼 我們說成功的人 不會吝嗇給讚美的 就像我們今天來到主面前 我們有很多的感恩 但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可能你對於你的環境 對於你的生理的問題 你是擔憂的 但是我們今天從那個 Winner的身上 再去重新的詮釋解構 他們是在環境當中 是讚美的 但是不捨的人是怎麼樣子 是批評的 他可能對這個環境不如意 他是批評的 那成功的人 他是原諒人的 那是Luzer的人 即使環境再怎麼 如他所意 有可能他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來想說 Luzer跟Winner的定義 是跟我們所認為的是不一樣 況且什麼 況且你是上帝的兒女 剛才我們有用一段話 特別剛才惠琳長老叫我們 要特別記住的時候 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女 在上帝裡面 沒有什麼Winner的Luzer 他只有依靠 我們是他的兒女 他只得我們依靠 他用什麼 他的權能是什麼 他用力量安定諸山 用大能樹藥 所以你不是 我們都不是那個群組的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所以我們就說 學會感謝感恩 我們都知道這很重要 但是學會感恩的好處在哪裡 好處在於說 我可以藉由感恩在凡事上面感恩的時候 去證明什麼 去證明什麼 去證明說 我是他的兒女 我裡面有他的屬性 我有他的屬性 我有他裡面的屬性 我有帶上屬於他的眼鏡來看待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人事物的變化 同樣的 學會感恩 知道 像主先生的感恩是什麼 像主先生的感恩是說 你們可以在這過程當中 去敘述他的風格 我們提到 剛才有提到說 喜歡旅遊的人都喜歡在生命 都喜歡在旅行的途中 除了欣賞風情之外 還有很多意外的發生 那個驚奇 可以讓人發現 哇上帝的豐富性在哪裡 那同樣的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還沒念神學 就是有個姐妹她是生病 那她沒有辦法 當然不只生病 她還有生命當中 很多的問題在她身上 但是她從這個學習 向上帝在不努力的環境當中 向神獻上感恩的時候 上帝她從慢慢的 五分鐘十分鐘的 學習向主先生的感恩 以至於到慢慢慢慢的 她可以一連串一個小時 來去訴訟上帝對她的恩典 以至於說 我那時候看到她的時候 跟現在任恩之她的時候 是完全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說 恩典的旅程 恩典的旅程 看起來好像是很不錯 那裡的確很不錯 但是我們去細細的想 恩典的旅程 其實是一個得勝的旅程 是一個得勝的路 我們從剛才的十一節開始 我們來講說 也許你的什麼 也許你的生命可能是在 幽暗低谷當中 你沒有辦法在歲末的時候 向主獻上感恩 但是什麼樣子 你可以仰望神 在這低谷當中 你的視野的開闊度 是更大的 你可以從它來開路 因為那個兩角是更大的 在一個順遂的環境當中 我們向神獻上感恩的是什麼 向神獻上感恩的是 他以他的 他用他的引導 還有他的律律律來幫助我 甚至因為他的律律幫助我 可以使我怎麼樣 使我可以 在這個過程當中 謹守至此 我覺得我們屬上帝的兒女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可以看 有一些企業家 基督徒的企業家 跟非基督徒的企業家 其實帶出來的感覺 是不一樣的 通常基督徒的企業家 他能夠在這個 相比的引導的律律當中 他能夠很謹守 致詞的 在他的人生的順遂 或者是 我們不能夠講高峰 在他順遂 在他的過程當中 他是怎麼樣子 他是可以 非常地 牽合的 在經營他的事業 這是我曾經有 遇過的一個經驗 其實是跟 非基督徒的企業家 所帶出來的 氛圍 或帶出來的生命力 是不一樣的 那同時 我們也透過這一首詩 來幫助我們 聊我們了解什麼 我們在生命 沒有人 永遠都是在低谷 也沒有人 永遠是在小山的狀態之下 但是在每一個環境底下 我們都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上帝的作為 是何等的奇妙 在我們的當中 有時候恩典是要去 思想 慢慢的思想 這個恩典 在這一季 在這下半年 在這上半年 在這一整年 你 上帝給我的恩典是什麼 當你去回想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上帝的作為 何等奇妙 那這一切 在這個 奇妙的作為 奇妙的帶領之下 我們說 人的籌劃 比不上上帝的計畫 你在這一整年的時候 你可以在禮拜完後 或是我們唱詩的時候 你可以去思想 上帝的作為 在我們的當中 我們也可以講到說 這個恩典的旅 請問說 旅途是需要我們怎麼樣子 去細細的去品嘗 上帝在我們的 生命的作為 是怎麼樣子 那我們用 這一首詩 這首詩歌 來去回應 上帝對我們的愛 謝謝大家 我們在禮拜之前 先一起同心來禱告 我們在禮拜之前 先一起同心來禱告 都不斷地引領我們 帶領我們 帶領我們 主有時候我們會忘記 你的恩典 忘記你在我們生命當中的作為 但是主 透過今天的詩 是讓我們再一次的去細細的思想 你在我們今年裡面所做的一切 主能向你獻上感恩 主我們也為著你所為我們安排 我們生命的一切 是何等的奧秘 是何等的愛護我們 在我們的身上 以至於主 我們要用 你給我們的愛 來更多的回應 我們這樣禱告的是 奉主耶穌的聖命 阿們 我們用這一首歌 來去表達 我們對上帝的心意 就如同詩人 他用大自然 他用各式各樣的情況 來去回應上帝的創造 上帝的愛 在這當中 祈禱 主啊 老神 誰 無事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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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满了宇宙中 我一个床 为主主我生 你将为恳 我的为恳 当我成草 神经远在他儿子 将生生命 我寄莫不理会 主在世家 很愿没过一种等 丢弃舍着 为要舍得我罪 不灵河山 葬离着主我生 你将为恳 我的为恳 我灵河山 葬离着主我生 你将为恳 当我为恳 好 再次的同情来祷告 文当的父神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 谢谢你 谢谢你 保护我们 主 我们知道 若没有你的看守保护 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 主 我们也知道 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 他们带着是疲乏的 是软弱的 但是主 我们都知道 你要在这疲乏 软弱的弟兄姐妹当中 你要加力量 你要伺下信心在一个新的年度开始 主 我们为这个 我们在这一年里面 我们在你面前领受满满恩典的 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 主 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每一次又一次 惊抛骇浪的带领我们 你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里面 向人述说 你是荣耀伟大的神 主 用我们的口 常常说出赞美感恩的话 主 用我们的生命 是发出那个使人甜美 我们自己得保住 也供应人的生命 谢谢你 伟大的神 我们敬拜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好 我们要奉行